新年快乐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新年 我今义祝大家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万事如� 我今天来跟大家 这个讲新年的竞技 所以新年的开始 叫做年三石 年三石叫做除戏 因为年寿叫做戏 所以说我们 这个年寿最怕红色的人 还有 还有最怕这个鞭炮 所以说我们过年一定要放春年红色的 一定要放鞭炮 就把这个年兽给赶走 那一年都让我们能够 这个事业顺利 学业进步 还有生意欣欣向荣 所以说这个除夕就把细 这个年兽给赶走 另外呢我们要注意新年期间 这个不要打破东西 因为打破东西我们要念 睡睡平安 然后把打破的东西把它用红布 红纸把它包起来 然后记得这个新年期间 不要吃粥 不要吃稀饭 因为穷人才会吃稀饭 所以说吃稀饭会让你一整年都穷 还有新年不要骂人 骂人会让顾客会吓走 还有会这个 亲友会觉得非常怪 而且他也会怕到 那同时 这个也代表财神也会被你吓走 所以新年骂人财神也会跑掉 还有中午的时候 尤其是正夜初一 中午不可以睡觉 睡觉的话你一年都很懒散 就要注意一下 另外呢初一到初四 不可以去倒垃圾 不可以去撒水 不可以去扫地 因为会把财气给扫走 把硬气扫走 把财神给赶走 就要特别注意一下的 还有在初一的时候 不要吃肉 不要杀生 因为这样非常不好 另外还有不要吃药 要吃药的话 会让你一整年都吃药 杀生还有吃肉 会让你运气不好 所以要特别特别注意 但是假如你有心脏病 有糖尿病 重病要吃药 其他的轻病感冒 是不要的 包括维他命也不要吃 初一是水神的生日 所以水神的生日 你要记住不要洗头 不要洗衣服 要不然会得罪水神 得罪水神 会把财富跟财气给洗掉 那年初二 你家的女儿要回娘家 是对的 但是假如初一就回娘家 会吃穷娘家 也会让娘家的家育 退败 所以要特别注意 回娘家的时候 记得要买双数的礼物 双双对对 满年富贵 万年富贵 所以一定要买成双的 不可以单的 那初三初四不可以出外 初三初四不可以出外拜年 尤其是初三 那初四要把造神 众神给接回来 那最重要是 初五要把垃圾给倒出去 因为那叫送穷日 很重要的 把财气 假如说把垃圾倒掉的话 就把不好的东西给倒走 把好记的东西留下来 所以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朋友 这个过年的时候 当然完之后 我们要开张 所以我在这边 要跟大家讲 开张的吉日 在这边给大家做参考一下 开张吉日 另外 各位朋友 假如说你要更了解 我们的这个 风水命理的知识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 黄春宁风水命理规划师 在每周二 周四 晚上的八点到九点半 我们有免费的 批算姓名才观印 跟免费的算你的八字指挥 问你问事业才印 都可以 所以我们有风水跟面向的分享 请大家锁定我的 黄春宁风水命理规划师 的这个节目 那在今天 这个新的一年开始 我来跟大家分享 新年方面的禁忌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 都能够事业顺利 财引广进 在此 恭喜大家 恭喜花财